42岁本土剧女神李燕 以炮载生天下父母心刚为人生打开知名度 2015汉谢点灵离婚后 去年闪婚认识18年的合作伙伴 人称新店陈大少陈梦荣 两人从好友变情人 经常在脸书甜蜜放闪令人呈现 近日李燕图有感而发表示 老了要去住高级养老院 没想到老公的反应让他扑施一笑 夫妻俩打情骂俏的互动 逗乐许多网友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李燕分享 最近和老公一起看韩剧时 他一时兴起便跟先生说 我在很年轻时就规划好 老的时候要去住高级养老院 然后这个人紧接着说 这件事没有改变啊 夫妻俩看着对方大笑了一分钟 接着李燕又语出惊人说 比起离婚我宁愿选择丧偶 求生欲很强的老公马上缓夹 则舍得你去住养老院 看到先生急着替自己平反 李燕故意回 少来可爱的互动让许多网友都笑 好逗趣要快乐幸福一辈子哦 老陈果然厉害 现在也挺好的呀 养老院也是我未来的家 我们夫妻60岁 连想都不想过 你才40多 就想这些 还有网友羡慕喊 很甜的幸福感 李燕则开玩笑说 这样还幸福 啥幸福感呀 李燕和老公从朋友升格变夫妻 两人都是二婚 对方大他7岁 有数十年经营保养品的经历 同时也是露营平台 露营风老板 该社群粉丝人数近30万人 当初是陈茂荣找李燕代言而认识 后来成为合作伙伴 一起经营保养品 逐渐日久申请 李燕回归戏剧前 曾穿讯息告知陈茂荣 拜托对方打理公司 甚至大胆表白 我喜欢你 可是我们是股东怎么办 因为这句话 陈茂荣立刻把握机会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两人这才走到一起 李燕赞她成熟稳重 有责任感 把一对儿女和生病的妈妈照顾得很好 夫妻俩私下会互称 小宝 小啾啾 婚后 陈茂荣还是常常送花给李燕 逗她开心 她也幽默自嘲 癞蛤蟆也是能吃到天鹅肉的 过去我们是事业伙伴 现在升级成人生伴侣了 没人 好 我们来看看 我能看 cogn 있다고 我们来讲 茶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